剛剛什麼畫面 小圍巾 這裡是 我剛剛怎麼了 小圍巾剛剛吃了一口之後就睡著了 哇昏倒了 不是 我覺得剛剛應該不是睡著那麼簡單 其實就是會融化味蕾的味道 完全是市面上的意思 小小羊你沒事嗎 小小羊覺得聞起來像是垃圾 所以剛剛沒有吃 媽媽說這個東西不能叫食物 這都只能叫飼料喔 楊老師對食物意外的嚴格了 還真是很有衝擊力的味道 該說是充滿自殺性的危險魅力 說不定 用舌頭感受不到的速度 噴下去的話就可以 不不不 單純吞咽的話 味道會從胃裡噴出來了 所以 吞下去 閉起 然後吃味藥 合中和氣的話 不知道什麼時候 大家的話題有點改變方向了 哈哈哈哈 完全不能吃吧那個 真是的 好不好 這就算我輸了 哈哈哈哈 這樣的話打擾就麻煩你啦 來大家 換換口味吧 蘋果蛋糕 我吃了稍微帶酸的蜂蜜蘋果香 夾成是用比較厚的海綿蛋糕 和泡過果汁的手指餅乾 哇 完全不一樣啦 這可以吃的啦 上面放七片的蘋果送去烤 最後撒上鹽肉桂粉 蘋果蛋糕 蘋果蛋糕 小小的最喜歡蘋果蛋糕了 不愧是許老闆 吃了一片的蛋糕 小的已經 口水 閉下來了 原來還有廁所方式嗎 太有趣了 也太誇張了 來吧 這裡也有咖啡唷 老闆將蛋糕分給大家 卻唯獨沒有分給大叔一份 老闆阿大叔 這個蛋糕只能量三個人吃 老闆吃炭了跟大叔說 你真欺負我阿阿福 哈哈哈哈 反正是很少沒有聽到 有人這樣稱呼小婦女 老闆一邊笑著 一邊把第四份蛋糕推給大叔 這看不出來兩週前 還是一個連 漫畫都沒看過人 現在已經對劇情這麼熟了 喜歡老漫畫的人越來越少啦 能有個共同興趣的人真開心耶 老闆 小小羊很喜歡看故事書喔 下次換個小小羊講故事給影片好嗎 嗯?怎麼了 你也對漫畫有興趣嗎 哎呀 老漫畫的魅力 很有魅力的喔 像是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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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些漫畫也太老了吧 到底有誰吃到啊 呃 那個 沙羅幣不吃到 我看過 嗶 嗶 晚上 欸晚上咧 小孩的工作就是吃飯個學校 至少梁老師很認真地執行這兩件事 嗶 嗶 在往我慎重的抗議被駁回後 兔子頭和貓咪暫時在我房間裡打地撲 嗶 嗶 換人們共處一室會成為我一輩子的汙臉啊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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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賠不下去 嗶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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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還躺著的貓咪頭對上臉了 你也還沒睡啦 大概是發現了我睡不著的原因 貓咪頭的女孩手忙腳亂的想要捂住兔子頭的嘴巴 貓咪頭就是你應該牠子吃不下啦 貓咪頭吃不下啦 我不知道兔子頭牠是在吃什麼 國賤時通牠真咬著貓咪頭的手整就是 我看著更加手忙腳亂它 尤其他之前為了不要壓到我弄上了手臂 雖然隔天神奇的立刻復原了 但是他應該真的不是壞人 壞人是不會幫助別人的 呃那個 你叫做 貓貓對嗎 喵 為什麼你要跟那個壞人吐頭弟在一起啊 你應該是好人對吧 對我問題 貓貓露宿了他長電了有點像是抱歉的微笑 而且你也不會說話 而且你也不會說話 只會發出奇怪的聲音 為什麼呢 喵 喵 喵 好可愛啊 喵 DIC腦啊 哈哈 就算你這樣比我也聽不懂啊 喵 喵 毛毛 你每天都會照顧小小羊 也會和老師 也會幫老師做家事 各信任而溫和 和這隻笨拓子不一樣 我覺得 你是個好人 如果你沒有地方去的話 可以留在這裡喔 有沒有 至於笨拓子 你覺得它是壞了嗎 我看著還在打呼著你兔子頭 貓咬了搖頭 是嗎 我是不是對笨兔子頭 太排斥了呢 說明它只是跟其他人也不太一樣而已 我啊 想要當一個英雄 我正在床部上站起來驕傲地對著貓貓說 身為英雄 就要必須對它那些不好的事情 保護大家不被壞人欺負 而且英雄都會覺得 都會有覺醒很厲害的能力對吧 我終於一天也要得到自己的特殊能力 畢竟我有赤分自己的奧秘之王的血統嘛 到時候我一定超級帥氣的 沒錯到時候我也好好保護大家了 就不要讓大家都開開心心的 到時候媽媽你也起來吧 我也會保護你的 保密之王維護是宇宙十三絕真 十三絕對真理之一的騎士王喔 他的營養可以 連心 咳咳咳咳咳 中二小鬼吵個不停咧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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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兔頭 不如電量絕拼了 唯獨第一個是要去你接招 連一個是一個壞人 給我滾出身體 欸那是我的臉妹 臨終啦百分之百存種整奪佔明之王啊 生我的臉妹大回全長 邱晓 肚貓跟臭小迴說一個祢咪 如果我要把貓殺人的話 會被罷兵喔 跟美人憂憲的結局 實在太適合妮 én說 媽這個零少女啦 所以別讓你死不了咧 覺得有點痛而已 喵 喵 可惡你這個臭兔頭 我討厭你 臭小鬼 對於我和媽媽來說 只是在做自己認為好冒冒的事情 你剛剛不是說 大家都要開開心心的嗎 喵 但是開心不是 真的好冒冒 林總媽才不管呢 就像現在林總媽 不管你是不是討厭林總媽一樣啦 送啦 所以 對你而言 你可以當作是 我們有病吧 小小鬼蠻有力氣的嘛 來啊來啊 怎麼辦我覺得洋老師等一下會過來 喵 節奏 奧米死亡啊 我的力量啊 覺醒吧 洋老師沒有來了 從前從前 在一個很小人家的王國裡 有一對雙胞胎公主 他們都有著 像夕陽一樣美麗的神光眼睛 喔 怎麼變童話了 這句話放得很可愛 王國裡的人都喜歡善良公主的 善良的公主妹妹 但是卻沒有人喜歡 逃 逃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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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的夫婦姊姊 公主妹妹 比較喜歡 最喜歡到國王外的 王國外的小生命去採花 那裡有很多美麗的花朵 盛開在生命裡 你這個臭兔頭 哎呀哎呀 兔兔他們又不睡覺了嗎 樓上傳來吵鬧的聲音 自從兔兔和貓貓來到家中後 氣氛熱鬧許多 有精神是好吃 但是這麼晚了還不休息 可不是好孩子 可不是乖孩子 真的要上樓去念他們了 哇 媽媽 今天的故事好聽嗎 喔那是你念的喔 喔真可愛 我最欣賀的女兒躺在床上 剛剛幫我講了一個故事 她打了個可愛的哈仙 從被我一探出頭來 每天晚上大家一起吃晚飯 社交前聽女兒說一個哈邊的故事 這些事情到底是家裡的規律故事 很好聽喔 媽媽很期待他們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珍珠手摸我親愛女兒的臉龐 媽媽 我跟你說 怎麼了 小鮮羊最喜歡媽媽了 你說第一喜歡喔 聽到這麼悟心的告白 我藏不住別的笑容 媽媽也最喜歡你了 時間不早了 但是玩囉 像抬燈轉暗 我吾了一下女兒的頭身 向她道聲晚安 在準備洗身時 女兒拉住了我的臉角 雙蟲 媽媽 小鮮羊真的很愛你喔 哇 媽媽 聽你的故事好聽嗎 約定好囉 一眼擔心的樣子 我會被這個小可愛鬥笑了 好 媽媽答應你 這是約定 我珍珠手指 輕輕的公訴他小小的手指頭 零賺百分之百 純粽贈套之王勒 再來媽媽又去給不睡覺的神頭王 大王一點照去的呢 不要太兇喔 兔兔姊姊是乖小孩 跟小小羊一樣乖 我知道 媽媽知道 大家都是好孩子 我笑著輕輕帶上的房門走上樓去 哇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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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的頭還有點感覺 都是你啦 臭兔頭 火柔的其實已經不太痛了頭頂 一想起昨晚的愛的笑語 我的頭皮還是醫生發麻 喵 下午的節奏上 玩兔兔三個人 兔兔貓貓三個人 但準備到老闆的店裡 拿楊老師預先訂購的更新 哈哈哈哈 除了之前偷我兔兔吃貓貓的泡芙 的時候 臭兔兔貓還從來沒有遇過這麼強烈的攻擊呢 不過再這麼強烈的攻擊 臭兔貓都可以復活啦 強大的生命力就是 臭兔貓透過自在天面刺 被關鍵 我是不知道他在自聽 自在天面刺是什麼 不過 強大的生命力到底要怎麼整齊啊 你要表現現場隔晚嗎 齁 小鬼不用知道那麼多啦 只要不是太誇張的上次 臭兔貓和貓貓都可以好得很快喔 啊 的確 上次貓貓的手也馬上吃好了 你們這構造到底是什麼啊 嘿嘿嘿嘿嘿 很厲害嗎 你一看就算利用貓把手指這樣 喵 好啦好啦 人家開玩笑的啦 貓貓不要生氣氣啊 吐吐吐吐吐吐 你有成大的生命力真是太好了 喵喵這個開不起玩笑啦 人家才不會在街上把手指推熬亂啊 嗯 頭小灰 你手上那是想你 吐吐吐看過頭來問我的 食餐高大賽結束後 大叔順手送給我的禮物 我 分你一隻 大叔給了我三隻 應該是給我們三個人的 喔 這奇怪的禮子 欸他手還在晃欸 帥 走進袋子 喵 大叔說這是樂器 但我還搞不清楚什麼吹 這應該是用吹了吧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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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г 欸 ceoou我碰怎麼捆到了 屁萊盤阿 是這個比較寬的地方嗎? 嗯 聲音好奇怪喔 超級怪獸 今天上手沒有死手喔 雖然聽不聽俗 再說這首你先來說話對不對 可惡 我也要出聲音來 是你小朋友做不到的事情 巴布 巴布 可惡 他已經都在嘴巴的動作了 沒辦法好好聽到吹出來的聲音 喵 喵 喵 肉貓怎麼了 喵 就是 錄音 這滾娃娃可以幫我錄音嗎? 作詞 閉嘴 而且你說話那個跟吹的音節也差太多了吧 來就這個娃娃的錄音吧 這樣就能聽清楚自己的聲音了 等等 每個英雄都需要有一個英雄訓言不是嗎 我不只要吹出英雄訓... 我不只要吹出聲音 我還有彼此的聲音錄下我的英雄訓言 喔 喔喔喔 要用了嗎 錄下英雄訓言 彼此 彼此 彼此跟說明書 好 我看看 這裡就不錄了 因為 彼此的畫面會錄到這裡 什麼啦 所以我要錄什麼 是不是我要錄什麼 所以我要錄音是哪要錄什麼 是不是我的英雄訓言 我被錄到耶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被錄到耶 呵呵 聽到我沒衝出頭 這就是我的英雄訓言 是不是很震撼人心啊 我可是想了很久呢 你可哭 你超罵死老裡面 這些小粉金鬼拚命人 一定只是錄一些 阿你不大東西啦 我連錄都沒錄到吧 我是沒有錄到耶 呵 喵 什麼東西 誰是粉金鬼啊 又在說奇怪的話 喵 喵 一路上我們槌子離職 很快就到了老闆的店門口 欸我不信 我又不信 我吹不出什麼聲音來 欸他真的不是只要用吹了就好了欸 如果我只要吹的話他就這樣 一定要講壞欸 欸好帥喔 這底子怎麼做的 欸我剛剛點的那種話嗎 他都沒用喔 噹噹噹噹 喂 喂喂 你沒事吧 最近音樂工作很累嗎 長愛的咖啡店裏 老闆端著咖啡叫醒了我 謝謝你 我沒事 最近虛擬的壓越差 常常在行走的時候都像是在夢中 淡淡的旋律針在店裏回上走 來 你的拿鐵 我幫你做了稍微熱一點 熱熱的話到二樓沙發搜集一下吧 老闆表現出了關係 和他拼上豪邁的作風非常不行 但我知道還是會認真關心別人呢 我也知道這和我沒有太大的關係 比你的學面越來越大聲 我聽見一個小女孩的歌聲 可是說他來自很遠的地方 雖然仿佛 欣欣的仿佛就在耳邊 好吧 我可能真的累了 拿起帽子的熱氣的拿鐵 反而手中吹氣 來將讓我跟他們醉了一般 稍微放重了一點 我不要了 丟掉吧 原受音樂理的那句話還是在心底 原本總喜歡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佔為自己的所有物 無論是寵物 衣物 飾品 甚至是宜貫的關係 或是另一個人 因為這世上沒有兩個人是相同的 所以 人們總是追求得自己沒有的東西 但當你自以為擁有其他失誤 對此開心不已的時候 到頭來 你還是知道你自己 這一切都是無可救藥的 拿鐵都拿來喝 老闆的手藝還是很好 今天的生意不算好 也沒看到助手 老闆一個人和客人閒盤著 我不太理解這批難得到地獄的助手 不過他讓我有一種親切感 那種算是深夜在無人街道上 兩人將會而過的感覺 但他仍然搞意外 呵呵呵呵 客人已經搭到 只聽見到紅紅多香 這實際是有點異常 你知道那其他人都沒有聽到嗎 隔著玻璃出窗 我看見小圍巾和兩位女孩 並肩走來 我想他會不會熟 但發現我無法出生 在落地前的一瞬間 我看見小圍巾吵我跑真的跑 好像在喊我 啊 昏倒了 咖啡杯砸落在地面 接著 未跟著砸落 最後 只剩下歌聲持續著 有一天 公主妹妹到森林裡去才華 她遇到了一個很聰明很聰明的貓頭鷹 貓頭鷹對公主說 善良的公主啊 我是一隻瞎眼的可憐貓頭鷹 你願意成為我的眼睛嗎 不說你眼瞎你會知道他的公主 你 願意成為我的眼睛嗎 咦 冰搜罵的頭殼 猫 猫 痛痛痛痛痛痛 給我把你的屁股弄開 衝兔頭 這應該把連銀子媽摔來摔去的 那個我胸膀的也太過分了吧 猫 這個說點也太硬了吧 連銀子媽差點就要閃到腰 哎喲 吐吐從我身上站了起來 揍出一個讓我指點踹死他的表情 你也要不要也試試看 整隻從中間直接斷掉 我保證從來沒有腰部的困擾 所以醜小鬼 是你一座的 把我們像飯糰一樣包起來租到這裡 喵 才不是 我一直看見我的圍巾自己飛起來 就在我看見大姐姐混到的時候 我的圍巾 我的圍巾 我的圍巾秀 飛起來了 我抨起圍巾細看 但讓人不料 看起來非常普通 而且不像有什麼特殊能力啊 不管了 現在這個重要的應該是辣姐姐才對 貓貓 貓貓 你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大姐姐好像昏倒了 我們要趕快回去 貓 貓 貓 好吧好吧 那些想法 虎猴子以來 影響的力量 終於成長了嗎 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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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 腦沒掉啦 我可以逃啊 貓 貓 冷靜點 你腦子裡面的受衣室跟受跟別人也不太一樣了吧 這裡的確像是大姐姐工作的地方 但應該不是同一個醫院 好安靜 這裡沒有其他人嗎 我有點擔心大姐姐的情況 先想辦法離開這裡吧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啦 我們想要劇情到現在已經一個小時耶 哇 欸 等一下 那個帽 那個尾巴在動嗎 好 總之今天就先到這裡了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請到下方給個喜歡 然後呢 想繼續 想追蹤我的翻唱 還有其他影片的話 可以 給個訂閱 我的影片都是不定時的發布 那請大家還嘟嘟支持 好 啊對了 那個 那個 那個我滿懷有病的 欸 我滿懷惡意的有病 我滿懷惡意的有病解謎 在前幾天 在前幾天官方已經開始賣最後剩下的庫存了喔 大家想要的話 趕快過去囉 回憶有 有把那個連結分享在回憶的粉專 大家要記得去看喔 好 那麼就是這樣啦 大家掰掰 拜拜 好 拜拜 感谢观看